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呐 你知道吗 我们去每个房间 你是这里面最真实的地方 去迪士尼买的玩偶 骑车自己去的 他是想从情话脑骑到迪士尼 真的假的 现在就解读头了 这张曼玉啊 李星霞啊 哈哈哈哈 哈喽 哈喽 哎呦 天呐 我这正收拾东西呢 大雪丰门 在送财神 烈火烧不尽心伤的女人 哎呀 我说明月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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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红雪冬天也水受的安逸 君换其 心中酒骨散透气 宿醉朦胧故人归 来清叹声爱你 君换其天马天君歌 也如海一涕 天哪 可以了 你知道吗 我们去每个房间 你是这里面最真实的地方 娇哥晚上吃啥去 你这讨论哥呢 没有 你之前有来过他房间吗 经常 我觉得这有点 不太像娇哥的风 是吧 我们听说之前他的房间非常的 不是 那叫乱而有序 就是要吃什么喝什么什么都有 而且都非常方便 就你们一来这一收 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像娇哥风 就我们经常在这开爬 所以说东西比较多 我这锅啥的碗子全买了 上个火锅啥的 煮个面什么的都可以 天哪 娇哥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调的一个人 非常有生活情绪 那你们一般是跟谁一起聚会 都是就是选手 那别人不认识 那隔壁住一个小情侣 给人拽过来过来喝酒 去离婚 你知道吗 那如果节目里面只能选一个人 跟你们一起吃饭 是谁 每个人都会碰到 我跟爸爸说 你到底怎会是 那我想让我会是 你很陪你 好 别 modo 误费 有对 你还在阳澎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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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是罪 才强的人也要全力去疲惫 裁缝铺推荐我们来拍你的房间 说你这里是个城堡 推荐你去妖哥的童话镇 就是他里面健身器械 他可能把那间房买下来了 对 就这种感觉 那是他家 不过我之前是个大箱子 我都把东西都运得差不多了 就是我去迪士尼买的玩偶 骑车自己去的 然后骑车去迪士尼 大部车多久勇士 三个多小时吧 那玩意儿是 那上面写的什么 进我者富 那快拿来 你们拍妖哥得贴着牌 越近越好 这是隔壁的雨宁送我的 他为什么送你这个呢 他觉得我就是比较悲伤 好吧 他也挺可怜的 来就来了 来 上个才艺表演 来 披个叉 干嘛 关键的立不住我 我的天哪 爱心吗 那块来嘛 横披 披叉 来 纵披 椅子马 迪士尼 迪士尼是我儿时的梦想 然后骑上自行车去迪士尼 又是我想征服的一个儿时的梦想 他是想从奇幻岛骑到迪士尼 真的假的 对 这样就解毒头了 对 虽然没有进到园区吧 但是 就在外边那个商店就逛一逛 也不能就是拍拍照啊 就得整点什么纪念品的 消费一下 那你去的时候 买的最多的玩偶员是米老鼠的 一个米老鼠 一个 一个 你叫什么狗啊 大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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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除了这个 你平时有买娃娃的习惯吗 有啊 比如 喜欢的一些 动漫的角色 大头儿 小头爸爸 有什么妈妈 可能是因为 很早的时候唱过歌 然后 里边一个 一个 就是对唱一个是神仙 一个是妖怪 我唱的是妖怪 前辈尽一笑名恩怨 梦流光似花蝶 情歌一曲吧 哦 慢慢的他们就叫上妖歌了 是啊 我捡了十六斤呢 现在可能又回去十斤吧 差不多 就回了趟家 不是回趟家 是在这儿待了 待了五十天 那怪谁 怪节目组啊 那天天给那盒饭好吃吗 你说 之前的盒饭那简直 他们说是机器草的那种 咔咔的大锅咔咔咔的 所以现在伙食是你们投诉过以后改良的 嗯 谁去投诉的 你去投诉的啊 没有没有就是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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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自己还做饭呢 煮面就煮面 那 拿捏 撒盐 这是买的桌子 好美吃饭 对啊 吃饭嘛 有朋友过来一块吃两口 他们想吃什么就是 只要一吱声一说就可以 就OK 我都会尽量满足 大哥哥的形象 大哥 好东西一起分享嘛 肚子饿不饿 要不要做饭面给你吃 好吓人 这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要做出来的 好吓人 感觉下毒 我看看雨宁呢 她在隔壁 拍摄鸡拍摄摄摄摄 你这全方死咬 拿捏死气质这方面 因为当初有QQ的时候 然后起个名字 我想起一个跟音频有关的 然后我就喜欢那些大怪兽什么的 我就叫个音频怪物吧 我一看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很好 就用了 结果用来用去呢 大家就习惯了 就是一直这么叫下去了 学美术 但是我大学是业大 就是成人的 我是去东北当兵了 我家就是部队的军署 我爸随军 从小随军一直在东北长大 我爸是以前的北大荒那会儿 开荒的那一批军人 我是通信 天天爬杆的 在部队的时候也参加过 就是去省军区会演 就是那种表演唱 一边一边跳舞一边唱 战友战友亲友兄弟 战友战友亲兄弟 你那个时候在部队应该不是这个头发吧 不可能 那是板寸 岁月是把杀猪刀吗 给你看看我小时候 哇 天哪 岁月是把杀猪刀吗 到地方以后 后来去参加了一次市里面的那种综艺 唱的是陶哲的一首 《月亮代表谁的心》 还取得了名次 岳冠军啊 周五冠军的 就感觉有点飘了嘛 就想出去闯一闯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困在这个城市 就去北京去闯了三年多 去给电台做过节目 就是剪辑啊那些东西 你们现在听的一些有声小说 我去给他们做背景音乐啊 配音啊 配一些效果音什么的那样的 脚步声啊 打斗声啊 刀光剑影 这个人推开了房门 门就得声 那时候我们自己玩 就配了一个辛普森一家 辛普森一家那个妈妈 哦 浩沫 在这个世界上 我就是你最棒的媳妇 他就是那种特别撒哑的声音嘛 我配一些什么比较成熟的 稳重的 大叔的 老的 老的 这些都可以 那你来一个成熟一点的好不好 宝贝 哎呦哇 嗓子压不下来了 宝贝 哎呀不行不行有点 哎呀 嘿宝贝 嘿宝贝 听说你过来要脱单的 家里催了吗还是自己着急 这个也也不是说自己着急 就是感觉不务正业嘛 就是按我爸妈的话一样 啊 就是觉得该结婚 对对 你说这 现在还喜欢这些玩意呢 你说这 对 是吧 像过去的那种比较气质型的 呃 张曼玉啊 啊 林青霞啊 哈哈哈哈 最要有一个标准 你的标准是什么标准 是个女的 那你爸妈有没有对你有什么要求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 放弃了 对放弃了 没有我我特别直男你知道 那个 有的时候小姑娘喜欢我 从后边抱我 哦 乌鞋起开乌鞋起开 乌鞋起开 真的假的 真的 哈哈哈哈 那你不反思一下 这怪谁呢 哎 我向往的生活就是那种 非常的阳光 拥抱太阳 啊 早晨起来 拥抱太阳 让身体充满 灿烂的阳光 满满的正能量 有个小院子啊 嗯 然后有花有草 有猫有狗的那种 田园生活 有wifi 哈哈 有啊 比如我有舞台 恐惧症啊 哎呦我的妈呀 哈哈哈哈 呃 不是喜欢就是 女团觉得好看 男团觉得好玩 就是这么 他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 我也可以去 我 不可以 哈哈哈 没有我觉得这个 这个 那是他们年轻人的世界 这 不是我这种老年人可以参与的 可是你现在这圈层 其实也是一个很年轻人的圈子呀 嗯 但是我我还混混迹于其中就是 有点臭要脸的意思就是 隔壁吧 哈哈 他真的很有才 是啊 那你想最想得到宋明宁的什么 大长腿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就开玩笑 嗯才华啊 很有才 而且他在各种院校 中央 嗯 还有 还有美国的伯克利什么都学过 我很羡慕他们这种就是 能够 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那天龙 然后 方磊 再就是雨宁 我们几个都是 东北班上的朋友 那有没有碰到过最打击你的事情 录这次节目啊 因为 因为太多优秀的人了 之前在我们那个圈层就就还好 但是一旦跳出来就是看到这个外面这个 环境 然后有这么多优秀的这些 音乐制作人什么的 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 一滴眼泪一样 非常渺小 其实是 就都是普通人嘛 就 觉得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 那么风光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人要懂得就是去 放平心态去 去观察周围的人嘛 就是发现他们真的 比你优秀很多 这个人要有点自知之明嘛 差不多就行 收获就是认识了这么多奇形怪状的朋友们 平常就是 心比较大吧 但是这次就是稍微认真了一些 然后也希望在大众面前展现好的一面 不管是你走哪个阶段 可能最后你回头来看自己 你想对他说什么 对我自己啊 对 哎 英明怪物 你永远是 最棒的